然後給大家看香糖 這是他們的甘蔗 像熬煮成這樣 熬煮成這樣 然後最後快結晶的時候 拿上來變這樣脆脆的 因為他們自己種 現在台灣的糖都是越南的 台灣沒有在生產糖 就那些偏僻的地方才有 因為他們得自己自立自主 他們後來就這樣他們還可以栽培 那香糖還真的很香 還可以泡那個薑茶吃 這就是那個香糖 結晶的 然後後來這就是那個涼亭 然後這個就是仙草 他不是商圈 那是我覺得他可以變成商圈 當然是說因為交通不方便 只是說如果他稍微再做一點改變的話 他可能是商圈 為什麼他吸引的是有心人 而且每個人都口耳相傳 他只是一個二十五三十塊 因為人家說拜託二十塊太便宜 三十塊 三十塊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 每天就要過來多少玩 非常好吃 因為你走過那個過程 重點是那個過程 而不是那個仙草 如果仙草今天賣在我們隔壁 大概就還好 可是他就偏偏要在那個 梅山捷運梅道的地方 就很多人去 好 這是第二個例子 兩個例子都有共同特色 我覺得 在地 在地方特色 你看梅山 阿嬤仙草 波虎長龍的森林 然後香糖 都是梅山在地的 還有梅山的茶 如果他這邊同時在賣很多東西的話 就可以看到 而且他可以現場做給你看 當然可是香糖只有過年前才有 可是如果過年前才有 你宣傳出來 可能很多人就覺得很有趣 你吃到的是你看到的東西 在地 用心 他用心做 而且他用時間 感人 聽起來很感人 阿嬤在那邊 一碗十五塊 很便宜 然後他就一大碗 然後故事 這就是我覺得 他是商圈的概念 只是他沒有 他就是剛剛講那個店 所以剛剛聖保羅那個聖保羅 他故事是吳寶春 他沒有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就會岌岌可危 不一定 但是所以我要知道他怎麼樣去做 我就一直在觀察 我覺得這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那好 現在突然層次高度拉高了 我要講一個全球化 為什麼全球化這麼重要 而且他的體驗跟消費 包括怎麼樣 今天講的年曆 把它吸住 這本書我覺得很重要的 大家其實可以去注意 他是大快出的 他說 這個時代是從資訊 到感性的轉變 資訊 他當然講 我覺得 他其實講的是比較科技 比如說我們現在流行用 大家知道 iPad 蘋果的iPad iPhone iPod 以前 這些十年前沒有這些東西 先前每個人都講的是Notebook PC 就是電腦 講的是多快 多簡 多快 記憶體多大 怎麼樣 就是那種很科技 你永遠記不清楚的東西 可是 到蘋果電腦的時候 到iPad 他已經不講什麼技術了 他跟你講的是說 他跟你的感覺 比如說你聽了他的音樂 你就可以跟這個世界隔離了 或是你用iPhone隨時上網 你跟世界沒有距離了 iPad也是 iPad也是 iPad就是 現在不是前陣子流行的小電腦 上網小電腦 一萬多塊 可是他就上網 他就是打字 可是iPad讓你變成是 你可以拿這個東西 看報紙 看書 看雜誌 享受 那整個概念不一樣 然後他一樣跟你一樣價錢 那你會買哪一個 你立買這個 因為這個跟你關聯比較近 他不再只是你文書處理的東西 他已經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這就是一個轉變 然後 知識不是力量 因為以前講一堆什麼 CPU啊什麼 一堆 其實我也聽不太懂 那些東西又怎麼樣 你記住嗎 記不住 因為他隨時都被淘汰 可是感性是什麼 就是他抓得住你 剛剛講的 阿嬤的什麼東西 那些才是感性 那才是力量 不是說知識不重要 而是說 知識只是基本條件 但是你沒有知識沒關係啊 你有嘗試比知識重要 因為我消費 我又不是要去消費知識 然後 所以一時你還看很多廣告 數學完全不一樣 所以啊 關鍵就是這個 現代人的需要是什麼 現在大家很苦悶啊 真的很苦 那如果整天還叫我要 競爭力什麼的 他受不了啊 他就是要跟家人去玩嘛 所以他要就是美感故事 價值意義 體驗跟感動 我覺得是這個 因為你看喔 如果我們今天是在 如果大家記得海角七號就是這樣啊 他讓那個 墾丁又不太一樣 因為跑到墾丁很遠耶 可是你可能是因為 你看到海角七號的感動 你想去看一看墾丁 當然墾丁現在那個有點糟糕啊 但是如果真的有更好的墾丁 願景更高的墾丁 他不會是現在那種那種樣子 他會需要更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關鍵的事情 後面還沒有 好 那是剛剛是這樣嘛 所以下面他就 根據他的高度他來講 那他覺得未來是怎麼樣 功能跟設計 設計可能就是 設計不一定一定說什麼叫設計 設計可能就是貼心的角度 就是說 讓你知道這樣的感覺 讓你覺得很喜歡很舒服 他從人出發啊 故事啊 整合 其實就是像大家的角色已經是整合 因為你要從此做很多事情 不是你要做 但是你要知道大家在講什麼 好 關懷 玩樂啊 現在就是 為什麼商圈那麼重要 為什麼現在的 吃 現在甜點很重要 吃很重要 你看電視上多好吃 因為大家很想要就是 我就想要休息啊 我想要開心 重點 OK 可是 你的吃 吃一次好吃 就怎麼樣 如果你吃到是好吃有意義 很甘心的時候 他才是贏家 他會讓你覺得我好感動 我覺得真的很棒 你賣了多一個零啊 比後面比那個十塊多一個零 我覺得都OK 但是不是用騙 而是說他真的有那個品質 所以我覺得 剛剛在講的是全球化喔 全球化就最好在地化 為什麼 如果全球化是大家都長一樣 我幹嘛要去 你這邊拜訪你 我幹嘛來這個商圈 因為我去聖保羅就好了啊 我還跑去中山去看人家弄龍眼 我覺得太有趣了 龍眼 龍眼是全台灣唯一用手工的 因為他剝龍眼 烘龍眼 摘龍眼 然後 剝龍眼肉 都要手工 沒有辦法 他就是用手 但是 他就是用手工的